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帶您認識雅曼老師 身高180公分的他 過去一天三包煙 500塊檳榔 生意做得很大 但現在他卻選擇在陽明山落腳 過著自給自足的立生活 完全蔬食透過大自然改變自己 四季零食來看看鄉村 他的抗癌效果在150種蔬菜中 排名第一喔 校園蔬食風鎮夯 來到台北市的享民幼兒園 在這裡孩子吃的全部都是蔬食 點心全是水果 尤其孩子都能自己動手做 自己切自己洗 所以特別珍惜食物 今天的封面故事 我們找到一位住在陽明山 過著綠生活的雅曼老師 在他的野脈園裡自給自足 蔬果就多達四五十樣 如果加上可以食用的野草 可就高達上百種 因為夏天菜不好長啊 夏天不適合種菜 來 卡掉泥 時間到了 那一下 這等一下灑在薄荷上面 灑在披薩上很香 蕃茄 這個是原生種的小蕃茄 所以它很好種 不怕蟲 一年四季都可以長 而且很有蕃茄味道 不像現在市場上就賣兩種 黑式跟牛蕃茄 鋪門的種法就是這樣子 你看有時候它跟草 都是共同長在一起 你不仔細找你還找不出來 我們這種菜園 人家都以為是在種雜草 就是跟自然共生 不用刻意地去說種什麼菜 然後給它分得很清楚 大自然不會分那麼清楚的 只有我們人在分 陽明山上的野脈園 是雅曼的農場 種了四五十種蔬果 自給自足率高達八九成 如果加上可食用野草 品項多達上百種 想吃什麼 自己動手就有 投入田園生活已經九年多 過去的她是一個商人 一天三包煙五包檳榔 體重最重高達一百一十公斤 因為女兒第一句話 改變了自己 當時我印象女兒才小學 五年級還六年級 就跟她說 你不要再吃這些寶特瓶 飲料這些東西 你看對環境多不好 所以我女兒就瞪我一眼 還不是你們大人造成的 想想也對她才幾歲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把我們做不到的 是要求她 所以從那一句話開始 我就開始改變自己身體力型 這個是自己做的番茄醬 做起司 做那個披薩的醬料 番茄醬料 看到那個火沒 這叫火箭爐 拿起來就知道了 你看它那個火是不是噴起來的 快速爐 買下陽明山的梯田 野蠻圓多年來 和大家分享綠生活的美好 今天有學生前來上課取經 陽蠻準備了豐盛的午餐 在這裡食材不外求 今天幾乎百分之九十來自於自己農場 多年下來飲食習慣也從葷食改成蔬食 還是不是職業 東西用自己生產的話 我覺得會很放心 就是你知道自己吃進去什麼東西 因為是你自己生產的 那其他的東西要仰賴很多的機器去保障 所以像最近新聞有很多關於食品安全的問題 那當別人沒有辦法幫你保障這一塊的時候 所以就自己來做這樣 真正的轉變原因還是在於說 你會有看到太多的對食物不健康的這種報導 或者這種問題 所以很大一部分是對肉的感覺 第二個呢 現有的這種養殖體系是對環境不友善的 也製造很多的溫室氣體 所以我們就開始試著是不是可以不吃肉 那不吃肉也是一個提高食物自給率的最簡單的方法 走到素食這個選項的時候 會發現野花野草都可以吃 只要是綠色的東西 一旦你走到蔬食的時候 你那個食物自給率自然就容易提升了 徹底改變飲食習慣 連來這兒連續上課兩週的學員 也被這自然的蔬食所進化 在這兩個星期之內 因為我都吃它的東西 然後回到家也是都煮自己 然後我們家自己有種 然後有一天我去教書的時候 就在外面就只好買外面的東西來吃 我一吃完一整個晚上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很明顯我覺得 我的舌頭上有很重的就是味素的味道 美味佳肴全取自天然蔬食 從產地到餐桌 只要集步入安心的品質保證 在這裡不只食物如此 生活方式也順應自然 雅曼選擇以蒲門的方式 落實自然生活 自己搭建房舍 不用自來水也不用瓦斯 以最簡樸的方式過生活 有沒有看到 你挖起來的時候一定要有這個根 這樣存活率就會很高 如果你剛剛那個角度沒下好 切到這邊它就不會活了 這個可以吃嗎 基本上所有的植物大概都可以吃 除了它生物鹼特別強的 香蕉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可是它吃起來口感會很澀 所以最好都殺青或者煮過 去掉它那個味道 所以很多人對蒲門的誤解是說 你們是農業的一種 其實農業只是一環 它是一種永續生活的一種設計 那既然是所謂的生活設計裡面 你的水資源 你的能源電力 你的煮飯燒菜 你的住的居住空間 等等你都會是要考慮到 對環境友善的概念 蒲門源於澳洲 是一種能創造永續 且循環不息系統的設計方式 核心價值就是照顧地球 照顧人還有資源的公平分享 像是農法之一的香蕉圈 就蘊含了永續循環的理念 這是傳統的台灣諺語 所以我們在種這個植物的時候 我們要跟它說話 給它正向的能量 基本上香蕉圈在蒲門的應用非常多 因為我們常常給香蕉一個誤解 都把它當水果 可是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拿香蕉當食物 香蕉就是屬於80%以上 都是水分的植物 所以我們用在香蕉圈 會做一些土地上的改良 比如說這個地方乾旱缺水 那你如果能種出香蕉圈來的話 它就會改善這個地方的圍氣候 所以一般你會看到香蕉圈的應用 就是除魚堆中間 讓它循環分解再利用當養分 把位置擺對地方 就是很好的物質利用 那如果擺錯位置就是垃圾 所以蒲門的運用原則 就是把每一個地方擺到適切的位置 講究永續設計生活 在蒲門裡 不用自來水和瓦斯 一切順應自然 以不破壞地球為原則 這裡建物自己蓋 像堆肥廁所是由天然礦砂加上玻璃 竹子稻草或泥巴所組成的 百分之九十五都使用台灣當地的自然材料 而且完全沒有臭味 什麼叫堆肥廁所 就是我們的大小號對人體來講 是一種不要的廢棄物 可是對自然來講 它是很好的資源在利用 尤其是對植物 所以經過這樣的堆肥 我們給它封蓋封起來 用完之後換另外一間使用 半年以後再挖出來全部都化成堆肥土 就可以拿去做其他植物的運用 看到亞曼 可說是愛地球的最好實踐家 不只自己如此 他也透過分享教學 把這樣的理念傳播出去 而且還散播到世界各地喔 他是畫一個人 然後搭隻腳 然後他就在想 咚咚咚咚然後一個圈圈 就是我要不要再買一雙鞋 所以他的slogan是 If you don't need don't buy 你不需要不要買 你沒有八支獎 你買那麼多寫幹嘛 所以蒲門的設計 操作原則裡面有一個 The problem is the solution 大家都稱呼亞曼老師 他除了選擇在陽明山上 實踐蒲門永續生活 也開設很多課程 希望影響更多人關懷地球 開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的確每每有不少人慕名而來 要把這些理念帶到世界各地 我們基本上要去澳洲了 所以這是我們的澳洲農場的名字 它叫做就是Sugarloaf Permaculture 我們原本想要留在台灣 但是就是尋找了一陣子之後 沒有找到適合的土地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回澳洲 我覺得我會把我這一塊地 做很好的計畫 然後推一些工作坊 讓別人來接近大自然 然後讓他去了解 澳門對地球的好 來自各地的學員 已經在野蔓園兩個星期 對他們來說 所有生活方式徹底改變 大家都想把不一樣的綠生活帶回家 有的人有農場 有的生活在都市 一樣可以落實 澳門它不一定是要很大的農場 它儘管是這樣的小空間 只要能夠把一些盆栽 放一個小箱子 做一個小水桶 做雨水收集 它就是一個浦門概念的理由 把洗衣機搬走之後 這個桿材就空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 我是設計說 可以種植一些 家庭常用的蔬果 番茄啦 馬鈴薯 我們用麻袋種植馬鈴薯 旁邊這個螺旋花園是 堆高利用一個高低差的概念 來種植香草 因為香草有一些很怕濕 旁邊我們也設置了 蚯蚓堆肥 就一個小箱子 就可以做蚯堆肥 把廚餘放進去 就可以產出非常良好的 對肥土 蒲門綠生活 從日常生活中 就能輕而易舉地 為地球盡奮心力 在蒲門吃的東西自己種 從蔬果到稻米都是 房子自己蓋 雅曼過去只是一個 只懂得賺錢的生意人 現在依循大自然的腳步 改變自己 改變別人 我們不加了 等一下你加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看看李耀棠老師 今天要教大家 什麼樣的料理小撇步 請看媽媽不知道的是 好 我們今天來教大家 做一個關東煮沾醬 平常我們在外面吃的 關東煮沾醬 雖然是非常的好吃 今天用一個黃金比例 教大家 那這個黃金比例是 一二三四一倍的味噌 兩倍的味噌 三倍的甜辣醬 四倍的素海山醬 好 我們現在在鍋中 加入了三湯匙的水 加入水之後呢 我們首先先用這一個 一樣同等的湯匙呢 加入味噌 這時候呢我利用這個濾掃 在鍋子裡面 做拌勻的動作 這時候的味噌呢 它是糾結在一起的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濾網呢 讓它很迅速的 跟水溶解在一起 這時候呢我們加入了 三湯匙的水之後呢 我們再開火 那全程過程當中 我們都以小火 去下去做燉煮的工作 這樣才不會燒焦喔 好 這時候呢我加入 兩大湯匙的味噌 加了味噌之後呢 我們加入三大湯匙的甜辣醬 加入了這個調味料之後呢 這時候呢也要不斷的攪拌喔 避免這個 八鍋燒焦的情形喔 這時候呢我加入四湯匙的海山醬 那這個醬汁呢 那這個醬汁呢 都是屬於比較濃稠的喔 所以你要持續的攪拌 它才不會燒焦喔 那這個醬汁呢 我們用小火的方式呢 煮到這個醬汁沸騰之後呢 就可以了喔 好 小火煮沸騰之後呢 營養快速的關東煮醬 就完成喔 是不是很簡單呢 記得晚上就做做看喔 接下來亞里要為大家介紹 香春它可是素食者的最愛 因為它的抗癌指數很高 還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以及抗氧化的效果 像你看它長得這麼高喔 這樣還不算高 我們在冬天 每年冬天 我們都把它矮化到 大概四五十公分而已 然後春天它就長了這樣 那你可能到十一月的時候 都比人還高 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 是香春的生產季節 富含高蛋白質的香春 根據聯合國亞洲蔬菜中心 研究五十種蔬菜後發現 它的抗癌效果排名第一 是地瓜葉的三到十倍 對素食者來說 特殊香味更是最佳香料 我們的香春呢 我們都這樣摘著很嫩 就是摘這樣短短的 大概這樣一個手指 你看它的那個粗細度 然後就從這個顏色 從這裡有點微紅 要變綠的時候 我們就拆下來 這樣就是都是非常嫩的 這個筋是屬於紅色的品種 它蛋白質含量更高 我們這一顆這樣摘的話 然後我們中間會留著 不要摘 像有些人他就會想說 我這樣一點點 我可能吃一餐都不夠 所以它會往前一直摘 我這邊也摘 這邊也摘 這邊也摘 然後它整顆就光秃秃的 光秃秃的話它可能就會 沒辦法行光合作用 營養價值高加上特殊香氣 讓香春成為素食者的最愛 不只種在家裡小豬生長 可以採食 連在香春園裡高達兩層樓的 香春爺爺 他的嫩葉也可以食用 更特別的是 這樹上蔬菜還有個功能 讓人意想不到 最重要的是 它有很好的一個水土保持 所以它要是種到山坡地更厲害 像在這邊的話 你看它四周都有它的小寶寶 連房子旁邊都有 它就跟走到哪裡 它就會生在哪裡 然後最重要它是 你看這麼大顆的樹 每一棵樹幾乎它的嫩葉 通通可以吃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它叫樹上的蔬菜 香春又被稱作中國父親樹 農場主人是一個女生 一間挑起公公的遺院 打造香春農場 因為了解香春的美好 所以希望把這個美味健康 帶給大家 因為它很乾淨 它的蟲還不多 有些牛還有 香春並無太多蟲害問題 加上農場主人是以有機種植 因此不需過度清洗 不過剛摘下來的香春 最好盡早食用 農場的主人喜歡把它 做成香春醬 當成香料 讓吃法更靈活 像這樣子做好是綠綠的 那變黑的話 變那個有點油味的話 就是那種油垢味的話 就表示不好 通常啊 我們這個原味的香春醬 太濃了 太濃的話 有時候會不好吃 把這個樹蠔油 要不吃 除非你是要做炒蛋啊 或是炒飯才不用 那當然你今天要做成拌麵 或是沾的 經過調製的香春醬 可以淋在茄子或者是豆腐上 是夏天的開胃涼菜 不過如果不喜歡它的特殊香味 也可以直接把它剁碎 包成水餃或是當蔬菜炒蛋 都十分健康美味 農場主人為了把香春的好介紹給大家 可是動了不少腦筋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好東西 可是啊 好東西就是我們會想辦法 就是說 讓好東西變好吃 那才會讓大家去接受啊 香春其實又叫中國父親樹 婚前熱愛登山的農場女主人 自願長接公公留下來的農場 把當初原本只是種給自己親人吃的香春 發陽光大 享受蔬食的美味 每個人都有權利 今天要介紹一群幼兒園的小朋友 在這裡用餐全都是蔬食 就連點心也是水果 來看看他們自己動手準備的模樣吧 我們沒有限定年齡層耶 對啊 像他其實他這麼小 他是我們全員最小的啊 可是他只要他願意做 我們還是會做 你喜歡夾還是喜歡切 我喜歡夾 你喜歡夾 我會很像玩水 我會很像玩水喔 在這裡 不管是兩歲玩還是六歲小朋友 每天上學第一件事 就是洗好雙手 親自準備點心 因為早上點心就是新鮮水果 從削皮到切片 都是自己動手做 子儀,你下次放的時候 刀子要先放著 要先把它收起來 對,像哥哥姐姐一樣 先把它收起來 因為我們每天早上 點心就是水果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 對水果的種類 其實他們都不會排斥 都還滿多元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換 不一樣的水果種類 對 然後他們也有說過說 自己切的他們會覺得特別會比較喜歡 很強 蕭蘋果感覺像玩一樣 蕭蘋果的感覺像玩一樣 可以再大快一點沒關係 那孩子他們只要他們願意做 其實都可以嘗試 因為在這個階段 其實他們就是想要自己動手 那我覺得錯過這個敏感期 其實你在家 然後回頭再加他們做 其實他們是不太願意的 園長說一開始 家長們的確很擔心 小朋友是否會切到手 但是只要細心地帶領他們 有時孩子們也會運用巧思 切出更棒的作品 家長當然剛開始會覺得 拿刀子很危險耶 家長才有試著說 讓他們放手 讓他們看到 真的他女兒真的是 親自削一顆蘋果給他媽媽吃 他就覺得好感動 我那一下那個 好像真的瞬間長大很多 因為以前都是他弄給他吃的 因為是自己動手做的 所以孩子每種水果都認識 每一種水果都吃 而且都能從他們享受的過程當中 感受到他們對於水果的滿足 為了讓孩子更了解蔬果的美好 老師很用心喔 配合課程讓他們了解蔬菜 甚至參加廚房阿姨備菜的過程 因為認識蔬菜 吃起來特別營養也特別有味道 來 聞聞看 這個東西你們一定也吃過 爸爸媽媽有的人可能喜歡吃 對 有人知道答案了是什麼 這是九層塔 對 好 幼兒園十幾年來都是推動蔬食餐 現任園長接任以來 還是選擇繼續推動 主要是提振到蔬食對孩子的好處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很誠實 我就是告訴他們說 我們就是走蔬食 那我們的蔬食 所謂的蔬食我們就是吃青菜吃水果 我們不吃加工 我們就是很少吃那些加工的東西 所以完全吃的就是 他原本講什麼樣子 他出來就是那個樣子 我白天讓他們在學校吃青菜 我至少幫你們解決 孩子不吃青菜這個問題 因為有的家長都會說 他反應是說 我們孩子都不喜歡吃青菜 我說剛好來這邊最好 因為剛好我這邊 我們可以透過團體的力量 透過課程 然後他們就會慢慢接受 那家長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還不錯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洋蔥你最喜歡吃哪一道 洋蔥炒蛋 洋蔥炒蛋 好厲害喔 其實他們的思想都很簡單 老師告訴他們說 吃蔬菜水果是營養的 那他們就會覺得 他就會隨時告訴你 媽媽老師說 要多吃蔬菜才會健康 多吃水果會健康 他的個性 他的穩定度比較高 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甜甜的 還有呢 酸酸的 酸酸的 還有呢 他們幾乎吃過的菜 他們都知道什麼 像牛飯啊 有時候阿姨啊 煮今天新的一道 不叫他們沒有看過 阿姨都會先把 還沒煮過先給他們看 知道吃也知道 那叫什麼名 不是只有知道吃而已 為了讓孩子更了解 接受蔬食 老師在課堂上會教 用餐前會介紹 特別的是 還會讓孩子親自動手準備 和蔬菜之間沒有隔閡 我幫你割這個頭 好 可以了 小悠小你等我 很大 不是很大 你要把那個頭拔下來 當蔬菜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吃下去的 就不是難以吞咽的青菜 而是自己的用心感動 小孩們晚中幸福 已經超越了一天五蔬果 更難得的是 孩子還會再來一晚 也等於健康再加分 看完今天的節目 你也想要擺脫都市污染 過過簡樸的綠生活嗎 其實很簡單 改變的第一步 就是從您的飲食開始 如果我們少一點 對於工業化食品的依賴 便能減一分 對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 蔬果生活制告訴您蔬食大小事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小里面